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聊怎么来报房屋保险的理赔 首先呢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 哪一种情况你可以报房屋保险的理赔 这个情况必须要是突发的一个情况 而不是有的人会问我 有的客户问我 哎呀我的屋顶没有修 然后慢慢的水管没有修 然后它漏水了 就让你保险理赔吗 就是由于你个人的平时维护不好 而造成的这种损失 保险是不理赔的 那保险负责什么呢 突发的情况 例如说你万关煤气的火了 万关水龙头了 是一种突发的情况 突然造成的一种损失 这样保险才会理赔 第二个情况 第二个要把握的是呢 这个你的这个损失是来源于什么呢 就是我们加州所有的房屋保险 都不保地震险和洪水险 如果你是由于地震造成的伤害 你要分别去买地震险 然后如果说这个火 你的房屋保险 如果不需要Fair Plan 大多数都cover这个火 它是一切的火都cover的 但要记住如果是洪水和地震 是不包括在这里面的 然后呢 还有下面要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报房屋保险之前需要做什么 就很多客人他会问我 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发生到这个程度 我们需不需要报房屋保险呢 这样的 你首先要看你保单的内容 如果cover这一项呢 它需要报保险 然后公司有专业的人来判定 你是否符合保险理赔的范围 然后呢你自己要把握的问题是什么呢 一定要看自己的自付额 例如你的自付额是5000 那么我们先找一个专业的人员来 对我们那个损失进行一个评估 如果它的损失你自己用3000多块钱 就可以修好了 那么你报理赔没有用的呀 所以你要根据自己的自付额 然后由专业的人来先给你进行报价 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最后再报保险 因为什么呢 如果你的自付额是5000 那么你这个损失你报保险 最后保险公司例如赔了你6000块钱 你自己要自付5000 保险公司1000 那么你准用了保险公司1000块钱 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 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 就是房屋保险 它的理赔之后这个记录 要跟着你这个人和跟着这个房子 分别都要5年 就是分开来说是什么呢 例如这个房子 你已经把它卖掉了 然后你又买了另外一个房子 你再买保险的时候 它在你身上也有一个记录 那么房子呢 也有一个记录 所以呢 房子保险的理赔 大家要慎重 当然房子保险呢 发生了一些灾难 就都是损失 也都是很大的 所以大家在准备 让经纪人报保险理赔的时候 之前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下一次我们再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